那我们的讲道系列是关于认识神和接触人 大家应该过去两个星期都听到这个今年的2022年的主题 这是神给我们的主题 那两个星期前呢 我宣讲的就是我们要怎么和神一起运作 那么记得吗 我们今年的第一场讲道 就是毫无保留的奉献的这个讲道 那么神他要我们能够和他一起运作去拿去获得他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毫无保留的奉献 那如果你错过了这个讲道呢 你可以到我们的历圣堂的YouTube的频道去听这个非常重要的主旨讲道 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我们认识神和接触人的这个系列 今天的主题是通过他的工作认识神 那如果我们要认识神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做的工作 那他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那我们要知道他的工作 谁知道神的工作是什么 我们知道我们现场我们有工程师 我们有家庭主妇各种各样的这个职业 那么那神到底做的是什么工作呢 那有的人可以在想神有工作吗 有的神确实有工作 那他的工作是什么呢 那还有就是他的工作 他的看法是怎么样 那他对他的工作的态度是什么 他对他的工作的态度是什么 那我们呢要怎么样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 那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些关于神的工作的一些事实 首先第一个事实就是神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者 那我们这个创世纪就说到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深渊上面一片黑暗 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 这是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前几段经文 那所以最一开始神呢 他就已经是一个工作者了 那么神要我们知道 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工作 因为这个圣经就讲到呢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创造就是一个工作 那么他创造了天 创造了地 那还有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 就是说到了第七天 上帝已经完成了造物之功 那所以他的工作就是造 创造这个天地和万物 那他在第七天安息了 就是休息了 歇了他所做的一切功 那所以他工作六天 他在他的这个创造天地和万物 用了六天的时间 那第七天呢 他就休息了 那这里告诉我们 神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者 为什么呢 他完成了他的工作 那很好的这个工作者 大家现场如果有经理 人员 那么你就知道 你工作必须要去完成他 那你不能做一半 那我们看到上帝他完成了他工作 他也没有说 这个没有心思的 不冷不热的去做那个工作 那么他 如果我们要为神做工作 我们要完成他的工作 不管神安排了你什么工作 那你要完成他 不要做到一半 那么第二个事实呢 就是上帝是个勤劳的工作者 那么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 那耶稣就跟人们说 我父一直在工作 我也一直在工作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神是他的父 那耶稣是儿子 他们是很勤劳的工作 他们到今天还是在工作 你知道吗 现在耶稣还在工作 他在你的心中工作 在心中动工 他到现在这个时刻呢 还是在工作 事实 第三个事实 上帝是个充满热忱的工作者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 第三个节就说 耶稣说 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 完成他的工作 你看耶稣他对他的工作是 非常热忱的 就是要去赢得灵魂 那这个在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 当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富人的 这个事情 那么他呢 就和他说话 那么这个富人就和全市政的人说 耶稣他的工作 那么他耶稣就说 他的这些工作呢 是让他继续生活的 这个目标 那么他就说 这个赢得灵魂就好像吃食物来说 来一样 对这个耶稣来说 是这样的意义 那么所以呢 他要完成他的父 他的天赋 交托给他的工作 那么他一直在工作 他在这个事件 他在地球上的时候呢 他一直工作 一直到他被定在十字架哪天 那么过后呢 他在显现了 给他的这个门徒四十天 然后就上到天堂了 那么第四个事实呢 就是上帝是个聪明的工作者 那么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九节 就说到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自凭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唯有看见父做什么 子才做什么 无论父做什么 子也照样做 那耶稣他是完全信任他的父的 那么他看到他父亲做什么 他才 他就跟着他做 他没有根据自己的意念 去做 那这是一个事实 那我在想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我的想象 那你可能会不同意 那我在想 每天早上他和神独处的这个时间 因为圣经说 他经常会到山上 到海边 他会和神有这个独处的时间 那么他在早上跟晚上都在祷告 向神祷告 那有时在一天白天的时候 他也会离开去和神在一起 那么神他就会跟他下载 就说我要你到这个市镇 去驱赶魔鬼 去医治病痛 那所以他就根据父交代他的事情去做 所以他做的 他不会做更多 他也不会做更少 那他做的就是每天父告诉他要做的事 那么因为天父他是完全的 他是完全的 那么不管他做什么 不管耶稣他做什么 他是听他的父所交代的 他做的工作 就会是完全的工作 因为他是看他父做什么 他就跟着做 那我们怎么去应用呢 那如果神是个工作者 我们也应该像他一样是工作者 阿们 那我们应该有创意 那么我们 那如果你需要创意 你就向神寻求 因为神他是个有创意的神 他创造了这个天地 那么我们要勤奋 我们要有热忱 我们要用明智的方式去工作 所以这个原则呢 你也是可以用在你的日常的工作的 我们说阿们 那这个就是神他的工作的一个概况 那么还有他的工作的这个背后的想法 那我们现在进一步来看 耶稣他做的工作是什么 那么我们来看 耶稣他在世间的时候做些什么工作 那么他对我们 我们怎么样可以去应用在身上 那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第四章17到21节 有人把以赛亚先知书递给他 他打开书卷找到这一段经文 这么写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高利了我 让我传福音 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 宣告被炉的人 就是被困的人 得释放 瞎眼的人 得看见光明 受压欺压的人 得自由 又宣告上帝 悦纳的人的恩年 已经来临 然后耶稣他读完 便收好书卷 这是第二十节 还给负责的人 然后坐下 会堂里的人 都把目光 集中在他身上 第二十一节 他就对他们说 你们刚才听见的这段经文 今天已经应验了 那耶稣他从旷野回来之后 他当时是在旷野去进食 四十天四十夜 那么他在旷野的时候 被魔鬼试探 过后他就从旷野回来 那么他就在 加利利的会堂去讲道 那么有一天 他就回到他的家乡 就是拿撒勒 去到那里的会堂去讲道 那我在想 今天早上我在想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那比方说这是犹大 那我们想象 犹大就好像我们御狼一样 那么那加利利就向御狼西 那这个拿撒勒 就是他出生地 是在这个 这个 风家这个地方 那么你可以想象到 他们的这个距离在哪里 所以他是在犹大 他的这个家乡 他的这个拿撒勒家乡 那去在那里的这个会堂 去教课 去讲道 那就说他回到他自己的这个教会 他们称为会堂 那么他就从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 一到第二节 那么刚才就是我刚才读的这个 这段经文 然后呢 他就宣告说 他刚才读的这个经文呢 已经应验了 他们在听的时候呢 他们在听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已经应验了 换句话就是说呢 他就 他宣告他自己就是弥赛亚基督 去应验了 以赛亚所给出的这个 弥赛亚的预言 他基本上就是宣告说 我就是这个弥赛亚基督 那在第一和第二节 就说到 他说他会做四种工作 那么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 今天的这个 讲道的主题 那他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他今天还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就是 神说 他会宣告 他是世人的救主的福音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四章十八节 就是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高利了我 做什么呢 让我传福音 就是宣告 宣扬福音给贫穷的人 这就是 耶稣基督做的第一种工作 那么 这就是他的工作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福音一直在说 他在宣扬福音 那么他在宣告之后 然后呢 在几段经文之后 就说到 他已经应验了 他的这个工作 因为他在 拿撒利亚之后 他就去了 这个加百农 这个地方 那大家可以回去 读 路加福音第四章 那么他就去到加百农 那边的人 他们要他留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一直在行 神迹和骑士 那么 所以那些 魔鬼被驱走 那些瘸腿的 他们能够行走 瞎眼的能看见 所以他们叫这个 耶稣不要离开 他们说他们非常喜欢 他所做的这些神迹骑士 所以不要他离开 那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 第四十三节 四十四节就说 但耶稣对他们说 我必须把上帝国的福音 传到其他的城镇去 因为我是为此而被拆来的 于是耶稣继续在 他继续地在传到 一直在这个犹大 刚才我说 就像好像玉郎这样 他在犹大的歌会堂里面传到 那去传讲福音 那耶稣就说呢 我不能留在一个地方 我必须要到其他的这些城镇呢 去宣扬福音 那么所以这个福音是什么呢 那我们总的来说呢 这个福音就是说 神他爱我们 他要和我们建立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人他们都得罪了神 他们都亏欠了神 亏欠了神的荣耀 那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补偿 那所以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而受死 那么神就派遣他的这个独生子 到这个十字架上呢 为我们的罪而受死 那么这样子呢 就偿还我们的罪在 那我们把我们 相信耶稣 他就可以给我们 永生 那我就用一分钟的时间 告诉大家我们这个福音 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 那今天如果你还没有接受 耶稣进入你的心房 那我待会会给大家机会 那你可以接受耶稣进入你的心房 成为你的主和救世主 这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 做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把我们 拯救我们 要宣扬这个福音 那拯救我们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个 第二个耶稣做的工作 就是宣告被奴的 就是被困的 和受欺压的人得自由 我们来看第四章十八节 就说到 差遣我宣告被奴的人 也就是被困在监狱的人 得释放 瞎眼的人 得的见光明 那么我们就看到 在加百农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 第四章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这个是在加百农 在会堂有一个 被巫鬼附身的人 高声喊叫 哎 拿撒拉的耶稣啊 我们和你有什么关系 你是来毁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你是上帝的圣者 耶稣斥责他说 责命他说 住口 从他身上出来 巫鬼当场把那人摔倒 然后从他身上离开 丝毫 丝毫没有伤害他 我们要感谢神 那这是耶稣 他做的第二种工作 就是他要释放我们得自由 让我们不受到 摆脱恶魔的压迫和影响 那么需要给邻里的囚犯和被困的人得自由 那么这段经文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还有被撒旦势力所压迫的人 要让他们得自由 那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赶走魔鬼 那你知道吗 朋友 我们没有办法给魔鬼这个忠告 去劝告他们 听起来很奇怪 可是我们听到 那么我们就说 有些人他们是灵里被压迫的 可是我们想去 就是劝告他们 这是不太可能的 那我们 我们也不能说去分析 这个魔鬼的做法 我们只能去赶走 赶走这个魔鬼 那么要奉主耶稣的名字 赶走魔鬼 那么我们信徒呢 我们是已经得到权柄 能够去驱赶魔鬼 那这就是基督所做的工作 那么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属灵征战 这个仇敌呢 就是撒旦 那么他呢 我们也看到 这些 这是我们处在的 这个征战的情况 那很多人他们被卡在 这个罪恶 还有捆绑 捆绑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你没有办法摆脱 还有成瘾 像赌博啊 饮酒啊 看色情的 这些内容啊 那么还有忧郁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个魔鬼的这个忧郁呢 他一直压抑这种人 那还有世代的这个 诅咒 这可是来自我们的这个前辈的 那么 从我们的祖先传下来的 还有情感的伤痛 和精神的创伤 那么仇敌呢 就用 借着这些呢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然后把我们困住 那很多人就是困在这种 灵里的监狱里面 他们没有办法出来 那我有好消息 那耶稣的工作就是要 让我们能够摆脱 所有的 这个撒旦的 魔鬼的势力 那我要宣告 我们可以被所有的这些 撒旦和魔鬼的势力 摆脱 我们可以从中摆脱 而得自由 那么神要 让你们释放 因为他给 因为神他给你正确的 这个思维 那么我们奉主耶稣名字 我们能够摆脱 这些恶魔的压迫 那么我们看到很多教会 不再宣讲这方面 关于摆脱 这个赶走魔鬼 那么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要把它藏起来 这个魔鬼藏起来 我们觉得 我们可以和 这个魔鬼共处 一起相处 那么我们就 我们假装它不存在 那么其实 魔鬼的这个压迫呢 它其实是存在的 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告 我们一定要 把这些魔鬼的压迫呢 我们要让他们 能够摆脱 那么所以我们 当我们在宣讲的时候 神将能 神将能够大大的动工 那么这些神的话 是有恩高 是有能力的 那么在圣经在说的 这些魔鬼的诗 这些诠释呢 这个是真实的 那么我们是要 做神的工作 那么我们要摆脱 我们让大家摆脱 所以如果你觉得 今天你生活中 有一些被压迫的 这些势力 那么请你到前 待会儿到这个禅前来 我们为你祷告 这是第二个工作 那么第三个耶稣做的工作 就是要宣告 医治有病痛的人 那么我们看 路加福音第四章 第十八节 就是说 瞎眼的人得见光明 这里讲的 不只是我们的眼睛 看不见 也包括我们的 灵里的眼睛 看不见 那么这个 百家农 我们看到 接着下来的几段经文 就是说 神呢 他就应验了这个预言 他去医治病痛 我们看第四章 第四十节 说到了黄昏而人 人们把患各种疾病的人 带到耶稣面前 那耶稣把手 按在病人身上 一一治好他们 他治好他们 所以耶稣的第三个工作 就是要医治病痛 那我要向大家宣告 耶稣 他还是 到今天 他还是在做医治的工作 阿们 很多病痛都是 由魔鬼的这个压迫 造成的 当这个魔鬼被驱 赶走的时候呢 这个疾病就会 随着赶走 就离开身体 那么很多时候 当我们赶走魔鬼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身体 就会 好 恢复 那么 大家注意 不是所有的这个病痛呢 都是魔鬼造成的 有些时候呢 是我们 自己造成的 比方说压力 那压力可以 造成 疾病 比方说 高血压 那它不是因为 魔鬼造成的 是因为你自己造成的 那还有不健康的饮食 比方说 我们一直吃 快餐 还有 会造成这个高胆固醇 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这个饮食方式造成的 还有就是缺乏运动 那我们很多人都是久坐不动的这种生活方式 一直在电脑面前 在工作 那所以 那缺乏运动 那可能会造成这种 高 高血脂的情况 那很多人的情况 病痛是 因为 我们造成的 不过 不管怎么样 我们历圣堂 我们相信 属天的医治 那就说 如果你生病 我们会为你祷告 阿们 那我要这么说 就是说 我们在外面可以看到一些教导 说 这个 这个时代呢 已经是没有医治的情况 这个只是发生在 使徒保罗的时候 现在 没有这样的事情 请大家不要听信这些教导 那我要告诉大家说 我们的教会呢 我们是相信属天的医治 我们相信神 我们相信神 我们会给 给你 这个 用油来高利你 那么 来 让你得医治 那 耶稣 他 一直都是 一直不得 不断的在医治 人们 过去是这样 现在也是如此 那给大家 这个 见证 那么在这个 我们的 玲珑 弟兄 跟大家招手 那么他在这个 跨年 他会就说 他得救 那么他说 他接受了 耶稣基督之后 两个星期后 他的这个 片头痛就 他的片头痛就 被医治了 那神到现在 还是在做 医治的工作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 祷告 可是神他就 医治了 他的这个 头痛 在他接受 基督之后 两周 他就 这个头痛就 消失了 那么 还有 安妮 他的这个见证 就是说 他的 这个 背的一边 很痛 那么他就 祷告 那当时是 真的很痛 他祷告之后 他第二天 他就完全 被医治了 那 感谢神 那么 另外一天 他说 他的 背的 另外一边 就痛了 那这个背痛好像可以左右都可以转移的 那么他就祷告 第二天呢 他这个疼痛又消失了 那我要鼓励大家 那这些都是 都是 都是 刚刚发生的这些 呃 见证 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 这个 耶稣呢 到现在 还是在做 医治 医治的 这个工作 那么 Derry也是 他几个星期前呢 他就弄上了脚 他今天进门 走到台上来 呃 主持我们的这个聚会 那么第四个 耶稣做的工作就是 宣告上帝 悦纳人的恩年 已经来临 那么路加福音 第四章十九 节就说 又宣告上帝 悦纳人的恩年 已经来临 这什么意思呢 这指的就是 喜年 那喜年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 立位记 第二十五章十节 就这么说 你们要以 第五十年 为圣年 在全地 向所有的居民 宣告自由 这是你们的喜年 个人的产业 要归还自己 个人要归回自己的家 那这个 喜年那年的意思就是说 得到自由的年份 那么喜年 它指的是第五十年 那每五十年呢 这个犹太人 他们就会庆祝喜年 那么这一年呢 所有的这个债务都被取消 那可以想象呢 在这个喜年 所有的这个债务都被取消 那还有所有的这些奴隶呢 它都可以被释放 那么所以在 所以在喜年的时候 没有人是会继续当努力 因为他们都获得自由了 还有如果你之前 把你的这个土地卖掉 那么他们必须在喜年的时候呢 把它归还给原来的这个业主 那所以可能过去很多年 你必须要卖你的这个田 你没有这个土地了 可是在喜年呢 你是可以得回你自己的这些店 那么那些呢 被挣扎到国外去工作的人呢 他们回到他们的家乡 那么这几年呢 大家可以 他们不需要在田地里面工作 在第五十年 他们不需要工作 我来调整一下我的话筒 那因为神呢 他会让 他们在第四十九年的时候 得到大丰收 那这个丰收 能够足够养活他们 接下来三年的这些食物 他们都不用愁 那所以在第四十九年的时候 神会给他们大丰收 能够足够养活他们三年 为什么呢 因为第五十年呢 大家是不 这个喜年 他们是不需要种田的 不需要 那么他们可以休息 那么 所以第五十二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 就是五十一年的时候 我们播种 第五十二年 我们才就 我们就丰收 所以神 他给他们足够的 三年的食物 所以他们在第五十年 是不用工作的 那么这是 一年 这个是一个庆祝的 欢庆的一年 是得公义的一年 是休息的一年 那么神 基本上神就是做一个 重置的这个工作 所有的一切都重新开始 因为这是神所造的 那么这是个好消息 那当耶稣他宣告 那一年是喜年 那么有一位罗林代医生 他这么说 他说 亚当犯罪时 卖给撒旦的一切 耶稣都买回来了 这就是喜年 那么喜年的律法规定 要释放所有的受造物 所有的受造物 都要被释放 那所有的受造物 都在热切地期待着 从罪恶中解放出来 那这真是神的 一个非常美好的 喜年的应许 如果之前的这个经文 他没有涵盖 所有的基督的 这个救赎工作 这一段经文 将会涵盖一切 那就是我们讲的 包括料 就全部都包括在内的 一个经文 那这是福建化 包括料的意思 那么它是完全的 它是完全的救赎 这里是没有例外的条款 那这真是美好的福音 是耶稣的 他救赎工作 是完整的 是完全的 阿们 那所以大家现在 对这几段经文 应该都比较熟悉了 这就是耶稣的工作 那么我们认识到了 耶稣的工作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再回到应用 那我们知道 耶稣基督 他都做了这些工作 那我在寻求神 我说 那么这个 这个讲道的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那我觉得神告诉我 是宣告 他说要宣告 那这个宣告 这个词 或者是宣扬 那么在这段经文呢 他提了三次 包括还有 第43节 总共四次被宣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高令了我 我们每个人说 这个是第一个宣告 就是要我宣 要传福音 就是宣告福音 那福音给贫穷的人 第二个宣告就是 他前我宣告 被炉的人得释放 那么下野的人 得见光明 受欺压的人 得自由 第三个宣告是 又宣告上帝 虐纳人的恩典 已经来临 那么第43节 就是说 但耶稣对他们说 我必须把 上帝国的这个 福音传到 传就是宣扬的意思 到其他的圣城镇 这个就是第四次的宣告 因为我是为此而被拆来的 所以我们在这些经文看到 宣告这个词被提到四次 那关键是 我们福音的力量 在于他的宣告 福音的力量 在于他的宣告 我感觉这是神 要我们今天听到的 这是我们当下的 我的这个话语 那福音的力量 就在他的宣告里 那福 这个 那么第18节 就说呢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宣告 高丽了我去宣告 那么这个高丽 是针对宣告的 那么如果没有高丽或恩高 我们是没有 是为了宣告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魔鬼 他一直要阻止我们去宣告 就通过恐惧和惧怕和恐吓 那他会阻止我们去宣告 他要阻止耶稣去宣扬 宣告这个福音 因为这里说的 那个耶稣他在读了 以赛亚经文之后呢 他就说 你们刚才听见的这段经文 今天已经应验了 他说这段经文 今天已经应验了 那下一节呢 就是第22节 那人们就问他说 这不是耶稣的儿子吗 就是在宣告之后 第22节就说到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那么大家就听到他的话 他们都非常的赞赏 那过后呢 他们就问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他说耶稣的宣讲得很好 然后他们就质问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这是什么呢 就是不相信 那魔鬼呢 就在人们的心中呢 让他们不相信 他们就问 说这个约瑟的儿子 怎么可能是基督呢 那他不是那个木匠的 木匠吗 他帮我修补 我的这个窗口 我的这个门口 他们 他的母亲是玛利亚吗 他还有他的这些弟兄姐妹 这个耶稣怎么可能是这个基督呢 他只是一个木匠 是约瑟的儿子 他是一个普通人 大家可以继续看 那当在23节的时候呢 当耶稣他们去 他对他们的这个不相信 去处理他们的这个不相信 你知道他们怎么样 然后他们想要把他赶走 那么他们甚至想要把他丢下山崖 那可是耶稣呢 他就在人群之中 他就走过去了 然后他就走了 他的拿撒勒人呢 那些就是这些风家 他的这个 这些 区民呢 他们没有办法去阻止他 那所以我们看到魔鬼 他总是会想发射法阻止我们 那么我们在世界很多角落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那我们去年 给了一些资金 给一些 这个宣教工作 因为他们一直在迫害基督徒 那新加坡的情况是怎样呢 这里呢 我们宣讲神的话 我们不会被压迫 不会被欺压 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个宪法是允许的 那可是有很多什么时候呢 当这个信徒呢 他们在宣告 在宣扬福音的时候 他们说不错话来呢 当我们碰到有机会 能够去宣扬福音的时候 有什么 我们是不是就说不错话来呢 我们保持静默呢 我们心中是不是想 这是不是不就是这个耶稣 这个耶瑟的儿子吗 这个人不就是旁 邻家的这个男孩吗 为什么他能够宣讲神的话呢 那神 那么魔鬼呢 他会在我们心中呢 悄悄地讲这些话 让我们说不错话来 那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认识神接触人 那么当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工作 他是福音的宣告者 那我们必须要去阻止神 这些魔鬼的这些 他们的压迫 他们的恐吓 那么我们要像耶稣基督这样子 去宣扬福音 那能力就在宣告里面 那我要请我们的敬拜团队到台上来 那么我会给大家讲这段经历来做结束 那这个冠病疫情呢 迫使我们呢 在过去两年的人际关系方面呢 都要减少 那么因为我们有这些社交距离和安全管理的措施 那很多面对面的这个事故呢 都必须要减少 那很多会议呢 我们都是通过Zoom的平台 在网上进行 那么我们的这个关怀小组啊 我们的很多课程都是在Zoom上进行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 传福音的这个工作呢 被搁在一边 因为大型的聚会不被允许 那人们在和别人见面方面呢 他们都会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 那所以这就是整个新加坡的一个氛围 那大概两个月前呢 我出席了一个小会议叫做 One for Jesus 带一个人认识耶稣 这是Jason Wong 弟兄他去年也来宣讲 这个神的道的这个弟兄 他主持的 那么这个就是说 我们的要他呼吁所有的新加坡的教会呢 能够参加这个运动就是为耶稣 来接触灵魂 那么 那么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灵魂拯救 因为过去十年呢 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的人数 他的增长率呢 没有跟上新加坡人口的增长率 那么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人数的比例呢 是下降了 那这个特别是在年轻人 年轻人这个年龄层呢 就是15岁到24岁之间 这是最明显的 那么统计数据告诉我们说 有10%的这个下降 就是这个年轻人 这个人群呢 他们有10%的人 已经就 这个基督徒人数是减少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更多 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的这个人群 那所以我们的教会也是要 要去确保这个年龄层的人呢 他们能够继续相信耶稣 那么在这个会议结束之前呢 我们在祷告 有上百个牧师在这个线上 在祷告 那当时我觉得圣灵 他就触动了我的心 我开始流泪 那么我在主面前呢 就悔改 就忏悔 就是说我被分心 因为在教会有很多问题 一直在解决 而 那么 那么一直在忙着解决 这个人的问题 人际之间的问题 还有各种教会的这些问题 而没有把这个焦点集中在 赢得灵魂这个工作 那我就悔改 那我觉得圣灵一直在提示我 提醒我 不告诉神说 我要改变 我要做出改变 我不能让环境来掌握 掌管我的这个行动 那我告诉神说 当有机会 我一定会去分享耶稣 那神马上就提醒了我 你知道有一位大叔 他一直在大马路那边抽烟 就是你的这个公馆公寓 那我觉得圣灵好像在告诉我说 为什么你去跟这个大叔说话 我说 主啊 下次我看到他 我会去跟他说 那不要被分心 那这个是仇敌的 让我们分心的方式 那我们要听圣灵告诉我们 是什么 我告诉主说 我下次看到他 我会跟他说 所以整个星期我去跑步 我就想 我会看到这个人吗 我会看这个大叔吗 可是他一整个星期都不在 那可能神 那我一个星期没看到他 那有一天我在 要去跑步的时候 我要去绑额那边 公园连道跑步 我看到他 可是因为他在这个公馆公寓 但我已经在跑了 我当时没有准备好了 去和他说话 所以我就错过了 我就在他面前跑过了 我没有和他说话 我就想要怎么说 下次 我说我下次再看到他 我一定会和他分享耶稣基督 几天后 我看到他 我说神 这次我一定会和他分享基督 但我 我回来的时候 我看到他 我就说 哎呀 我应该跟他说什么 我应该跟他说什么呢 我感觉 圣尼告诉我说 就跟他做朋友 和他交朋友 那所以我就停下脚步 我就跟他闲聊 我没有跟他说 我是基督徒 我只是跟他谈 我说这个 公馆公寓的事情 漏水的问题 我说这里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这个 他就在埋怨说 这个公馆公寓不好 就是 他就这么说 那说到一半的时候 我们没有讲到基督 我们讲到这个漏水的事件 还有他的这个 的工作 过去的工作 他是八十多岁的 这个大叔 他在抽烟 然后突然间他问我 你是否 你是个传教士吗 我没有告诉他 我是基督徒 可能我带着基督的同在 可能他之前有相似的经历 这是很奇怪的问题 说你是传教士吗 我说不是 我说我是牧师 所以就这样子 我就 神给我开了这个路 让我去跟他分享基督 那么我们两个人 就在路边的门了 一小时 过后 他把这个 他的这个香烟 放下来 因为他发现我是牧师 他就不要 就没有继续抽烟 那么我就有这个机会 和他 分享福音 然后去 他就有一些 他不想成为基督徒 他说他有一些想法 那么我就跟他解释 那现在我就和他 成为朋友了 每天我 每一回我见到他 我就跟他打招呼 那我相信 我的这个种子 已经拨在他的心中了 这个种子是 就是神的话 这个神的话呢 当我们宣告呢 将会带来信心 我相信呢 有一天 他会结成果子 我不知道 可能 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呢 我是最后一个 跟他分享的这个人 那么 所以这个 力量就在于 宣告 那今年 我们有很多机会 邀请大家 来参加我们 不同的活动 那每个星期 我们每个月 我们都会有一些 活动 我们都可以邀请 我们的 这些 我们的亲友 微信主的亲友 让他们来参加 我们的活动 那所以我 所以我们 今年我们就开始 那么 我 这不是由我来 计划的 大家都可以去计划 去筹划 这些活动 那这些都是 我们能够宣告的 这些机会 每个星期 的这个主日崇拜 都是一个机会 让我们能够宣告 都邀请朋友 那么我们要一直做 福音的宣告者 宣扬者 那我们要去接触 要去认识神 去接触人 然后让他们能够 带到耶稣面前 让他们接受耶稣 那么我们祈求圣灵 在我们之中